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有些男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花苞还见不到的时候 他可能会习惯性的去用手指都抠一下这个资料 去看看这个花苞有没有长出来 花芽有没有长出来 或者有些男友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 他想施肥 但是又不知道花苞长在兰花棚的什么位置 第一个怕雾伤了这个花苞 第二个也不确定这个花苞究竟有没有 昨天的视频后面我讲了一个就是兰花 这里说的是春兰和惠兰 兰花的花苞在花盆当中它是有特定的位置的 通常当然这个的通常 特殊的例子咱们就不讲了 任何事物它都有特殊的例子 通常来说它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那么男友就可能就会心存怀疑了 这个兰花种植的时候这个花盆是个圆的是不是 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的 转一个圈前后左右全部变了 那这个花苞它究竟长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当然这个花苞的具体位置它是根据这个兰苗而定的 而不是根据你这个花盆是圆是方 和这个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几个花盆 几个兰花的花苞 然后大家总结一下它们的共同点 那么就是兰花花苞的生长位置 每一盆兰花上它都有不同年限的兰苗 我们通常给它分为新苗 就是指今年春天门发的新苗 还有壮年苗就是指去年或者是前年门发的苗 老苗就是前年以前的苗都称之为老苗 那么兰花大的花苞门生有一个特点 就是通常来说新苗是不会门生花苞的 我们现在看到比方说这么一个花苞 它的门生点是在后面这个苗 而不是前面这个苗 前面这个是新苗 虽然叶甲有点干枯 但这个是新苗 它的门生点是在后面 就是说简单来说 就是它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苗 是一模所生 同一个炉头出来的 还有这个 这个花苞也是一样 这个花苞它紧靠着后面的 这个苗跟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兄弟姐妹的关系 它的花苞着身点 也是在后面的这个壮年苗上 我们再看下一盆 这本兰花的苗情分布呢就非常明显啊 这边是老苗 这边两个都是老苗 然后右边呢是壮苗和新苗 这个是新苗 右边一个壮苗一个新苗 它的 像这种蓝花因为它的苗林分层非常清晰 我们可以很快地找它的花苞 它的花苞就是仅仅靠在这个新苗旁边 但它并不是新苗孕育的 它是和新苗同一个母体的壮年苗孕育出来的 这里还有两个花苞 总共有这壮苗孕育的有四个花苞 再看这盆绘兰 这盆绘兰呢 右边的叶星不好看的是那个采来石的原生苗啊 采来石原生苗 这么种植以后 今年发了一个新苗 这是绘兰 绘兰的发苗率呢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那么它的花苞 当年的新苗呢是不可能孕育花苞的 它的花苞只能在这个 这个应该相对来说是一个壮年苗 在这个壮年苗上去孕育花苞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这个灰兰的花苞了 它的着身点是在这个苗的炉头上 它的着身点是在这个苗的炉头上 那我们刚刚看了几个不同的兰花 所长的花苞的分布 它的分布是怎么分布的 其实呢它这个很简单的 你每一盆兰花上都有不同年龄的兰苗 老苗 状年苗 新苗 你把它分成这个三类就可以了 那么通常呢说老苗它很难有孕育花苞的机会 新苗不具备这个能力 不具备这个生殖成熟的能力 那么只有是状年苗 状年苗才能孕育花苞 那我们在不确定花苞 在花苞没有出土之前不确定它位置的时候 如果你想去轻轻的扒开看一下 或者是想给它施肥 那一定要注意了 在状年苗的炉头附近 特别要小心 在老苗的一侧 或者是在今年刚刚萌生出来 还没有完全长成 成苗的 那个蓝苗的旁边呢 相对而言说要安全一点 但是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通用的 兰花的长势 它有一个方向 就是说老苗壮苗新苗 它会沿着一个方向去生长 越往后的方向呢 无论是施肥 还是做什么其他的操作 越安全 大家还记得以前我在视频当中讲过 如果是要给兰花在盆中施肥的话 尽量选择老苗的这一端 在它的大后方去施肥 让肥料慢慢的剩下去 不要到这边 因为这边一方面可以会影响到新苗 因为新苗通常都是比较嫩的 第二个可能会影响到花苞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兰花的一个生长走势 在操作上呢 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再次进去 跟着一个大型小偲 可以兰花的她们 这边可以西兰花 然后再次进去 occasion 你 将尼